大家好,我是中西社记者王师博 现在北京市丰台区,花香地区是中国唯一一个疫情高风险地区 那么在昨天北京市政府晚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宣布了要对疫情高风险地区所属,街道所属的社区进行全封闭管理 现在我就在去往花香地区的路上 大家可以跟随我的镜头来看一看 现在我来到了花香地区的一个村 在入村的路口就看到了道路管控的指示牌 防止其他车辆进入 这是另一个社区门口 在小区门口已经贴上了社区全封闭管理的通知 要求所有居民只进不出 现在有居民正在门口取快递 现在里面人收不来了 对 那能下楼吗 有,可以啊 没有备合理网 可以,可以下楼 那么现在我又来到了距离新发地不远处的一个社区的卡口处 这条路现在已经封住了 社区志愿者正在为居民运送一些蔬菜等生活必备品 另外也有一些居民自己网络订购的物品 被分区统一地放在地上等待领取 不能过,这边有六七个小区 六七个小区人疯了 那社区发了菜吗? 对对,社区发了 不是什么单位赞助的也有,今天都来了七个菜吧 这是小车的,那边有大卡车,刚远 哦,都是保障里头的人吗? 都是保障里头的人吗? 都是保障里头的人吗? 都是保障里头的人 刚刚看完社区的情况 我们现在回到了花香的街道上 可以看到路上的人流量很少 这里看到一家餐厅已经暂停萌业 在它不远处的一个超市 同样也是关门状态 现在我们找到一家药店 进去看一下防御物资的情况 酒精有吗? 有 现在这口罩能供的上吗? 存的多 能供的上是吧? 现在我来到了花香的一个比较大的购物场所 这边现在正常都爱开放 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刚才我在这里走了一圈 基本上所有商户都在正常营业 但是也基本上只有零零散散的顾客 现在我来到了餐饮区 可以看到所有的餐厅都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 三块钱不过来买了吗? 这以前人也这么少吗? 这边都不敢过来 从啥开始这样的? 嗯,就是上个周末 六七八地那边 那边是什么? 不管了 就是一斤千万元 对啊 平时这边之前人还是不少的 经过我今天的探访可以发现 花香这边的社区正在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 居民也都坚持不出门 少出门 相信通过大家的坚持 还有医护人员的坚守 困难很快就能过去 我们大家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和咱们这边有一个幻от